本地新增确诊新冠肺炎41宗比昨天稍微增加了 本地感染占38宗,其中11宗遮近三成,源头不明 马加列医院职业治疗部和清衣救护站都有多个人员确诊或初步确诊 马加列医院职业治疗部,继上星期有一个病人服务助理确诊 新增多两个助理确诊和初步确诊 两个人分别在上星期五和六最后一天上班 当局说他们曾经在同一间房里面分开吃饭 其中一个人曾经同早前确诊的助理 用过同一部衣车制造压力衣 储物柜亦都在上下格 当局将另外三个员工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检疫 时候都有找过一些环境的样本 有做过一些环境的样本 全部回来都是阴性的 不能够排除他们共同用过的衣车 可能是一个感染的途径 但是究竟是否能够定义 我们其实还要继续在个案追踪 青衣救护站也有小型爆发 有三个救护员确诊或者初步确诊 其中两个人分别在今个月四日和十日发病 之后确诊 初步相信他们共用更衣室导致感染 已经将四十几个职员送往检疫 那些救护员都是有帮忙 就是送过一些确诊的病人的 不过应该是着足那个保护医的 那第一个个案暂时都是找不到源头的 那至于其他两个个案 我们初步都觉得是因为他们互相接触 而产生的传播 他们因为同一齐工作 还有很多换衣服 就是各样的 因为一般做事都会比较多接触 另外仙达广场有一个租户中招 他在商场做事的家人 以及附近店铺另一个人也初步确诊 之前一日公布 初步确诊的港狗小轮三个船员证实染疫 也有一个密切接触者确诊 另外多三个人初步确诊 包括两个工作人员 中九龙港线隧道工程 再多两个人确诊 只今一共八个工人 以及一个密切接触者确诊 另外再多三栋大厦 纳入强制检测名单 分别是景林村景涛楼 日东二村结日楼 以及港湾号停第七座 其中结日楼 两个有人确诊的单位 同座向 但是相隔十几层 输入个案就有三宗 全部是第十二日采集的样本呈阳性 《武士连治记者》 刘俊玉报道